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抵达后,以家居自我隔离十四日,其后为安全起见一身少外出,请要女儿遇上病魔来袭,一稍不退更持续一个月之久,也来新冠肺炎一云。 虽然有求诊,但医生诊断后,以被隐秘接触者为由,拒绝让他入院,只叫他回家休息。 幸好女儿最终退伤,身为母亲的暴起境仍非常震怒,关于社交平台发文抢升英国政府,并以被来形容,最后还忍不住暴出,要你自生自灭捏X政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